好的 那第二段影片呢 我們再大家繼續來看下去 實際的操作是 剛才講很多理論嘛 那接下來看一下實際的操作是怎麼選操作 那當然先跟大家講 選股你要怎麼選 我第一段影片說到今年的稅法已經廢除兩稅合一了 所以過去 包括我去年教大家影片說什麼你要找那個 扣體稅率 高一點的股票啊 在今年就完全不適用 就等於說 你可以把扣體稅率這一欄 然後這個整個忽略啦 就是沒有這個就是不用注意這個東西 因為稅法已經改變了 這樣大家聽清楚 所以這個就不是你選股的要件 今年新的選股要件 就把這個刪除 然後你要選什麼股票來做出選息的行情的 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選這個股價在月線或寄進線以上 最差最差也要在寄進線以上 你聽得懂我意思 就是你一定要選擇一個多方趨勢 或是一個股底剛剛要反彈的股票 而不是一個選 剛跌破季均線或是跌破季均線很久的股票 這種叫空方弱勢股 是不適合來操作這個出選息行情的 一定要選多頭的股票 才比較容易填選息的機會 那也比較容易有出選息的行情 那接下來我要舉例一些個股 請大家注意 並不是要你去買這些個股 我只是舉例 這種類型或這種產業或這種龍頭股票 容易出現的一個 這出選息的行情的一個樣子 那今年會不會有那就不見得 你要看他的股價的位階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 選股的標的的話一定是選 各個電子的龍頭 全子股 這個很有機會去 做一個出選息的行情 這第1個 第2個就是選 銀行股 金融股 因為金融股的配息非常的穩定 那業績也非常穩定也很有機會 第3個就是傳產的龍頭 當然也是要全子股 你往這三大方向去選 你要來參加出選息的股票 通常就能賺到不錯的獲利 那像第1檔 我們看到這個台積電 他就是 這個台灣的全子股的股王 電子股 龍頭 請你注意 這個金錢的符號代表他是在這天出選 他是在這天出選息 代表他是在這天出選息 那你看一出選完發生什麼事 他去年的 6月26號出席 一出選完股價開始跌 那如果 所以你看他其實一出選完就沒有行情的啦 但出席當天是收紅K 那就給一些比如說 剛才那個第1種方法 你前一天出席前一天去買的 餐飲出席 然後隔天拉了一個紅K棒 那你把它賣掉 你這是有賺錢的啦 你的價差就很小啦 而且如果你要是你不賣 你是往下跌的 這風險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我個人啦 就是推薦 只推薦你操作我第2種方式 就是你在除息的前幾週 就去買進 那買進之後就持有到 除選息前的拉高 趕快賣掉 而不參與除選息 讓大家清楚嗎 非常清楚 這時候問題來了 那你要怎麼去買賣呢 教大家 首先我們確認這檔股票是不是多方趨勢 你看他在4月的時候就已經 早就站上月線 然後也站上基因線 紫色這一條是60日 SMA60是基均線 SMA20是月均線 早就站上了 所以就是我講多方趨勢 你當然可以注意他 然後他又是電子的龍頭 兩個條件都符合下去 然後過去的 抱歉 剛才忘了補充 你要再補充一個第4個條件 就是說 他過去的 除全息的經驗 田全息的經驗 好不好 就他這檔股票 有沒有很穩定的田全息 台積電我們知道 過去的歷史經驗是蠻長就可以田全息的 那這種股票 因為他過去很常田全息 所以外資跟法人 一些長期投資 就認為他今年的除息也能夠田全息 所以就來買進 所以就引動 在除全息之前有一波行情 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波行情的原因 這個原因去年我的影片講過 你可以回頭去爬文看看 那 什麼時候買進呢 我告訴大家 買進點就是當他在多頭上升趨勢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利空的重挫 或突然急跌 那就是你的買點 你看這一波其實是參與不了的 一路漲 可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個長黑 長黑灌下來的話 又是在除全息的前面兩幾個禮拜 你當然就是一個大的買點 接下來呢 這邊買進之後 又長黑 然後一個跳空重挫 這邊又急跌 當然 又是在除全息的前面 當然也是你的買點 記得 就是這兩個買點 你掌握到 往上拉上去的時候 只要在除全息前 發現一個 高點 大漲前的 最晚最晚在除全息前 一天 就把賣掉 你這一段跟這一段 你可以做到 是不是非常的好操作 我可以再舉其他例子 不會只有一檔 我們再看 鴻海 鴻海也是我們 你看 之前股價跌破 現在股價慢慢漲來月季金線 所以未來如果有漲穩這個月季金線 其他除全息的行情 是可以稍稍做期待的 是可以稍稍做期待 那我們來看一下去年 去年 去年在這邊 雖然這個除息在這邊 除息是7月13號 除息在這邊 請問他在除全息之後 發生什麼事 這裡有小漲 所以如果你前一天 去賭這個行情 是有小漲 可是你如果不賣 大家都知道他除息前的時候 除息之後是一路跌的啦 所以你還是要賣啦 那重點 老王推薦使用 第2種方式是 在除全息前去買呀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這個機會 讓你去買到呢 應該是有的啦 好 這邊請問他股價守住這個藍色的線 月季線 有沒有是我所謂的多方趨勢 有嘛 可是他最近 他在除息前的前幾週發生什麼事 這裡有沒有個跳空 一個急跌重挫 但是還是守住基金線嘛 仍然是我的多方趨勢 請問這時候你要做什麼事 如果你很期待 你很想操作除全息行情 這個就是你的買點 利空突然的重挫 就是你的買點 然後你就買進 哇 就一路往上拉 你可以在這邊做賣掉 可是你說我怎麼知道會在這邊賣掉 當然不可能 在這邊有個黑K 這個黑K吃掉這個紅K 我們稱常叫吞噬 而且這裡有個向下跳空缺口 最晚你大概在這天就去把它賣出啦 那其實如果你真的不會這種基礎分析的賣點 那也沒關係嘛 老王說過怎樣 剛才說 你最晚就在除息的前一天 把它賣掉 那你還是可以轉到這邊 到這邊的一段出選息的行情 想大家清楚嗎 我們接下來再看一檔股票 這個我們剛才講金融股嘛 880的富邦金 來看他出選息 富邦金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他們這個股價 因為金融股向來股價就不是很強勢啊 所以他的股價往往 其實按照我的研究經驗 他可能都會在月基金線的下面 你看他除選息行情可能會發生在月基金線下面 那這時候就要考慮你要不要個人 你要不要承受這個風險 那你可以運用我老王講的口訣 這個跌升的股票站上 五日均線叫什麼 叫止跌 站上月均線叫直穩 那你看他 當他站上月均線的時候 你就可以考慮 我剛才說最少要站上月均線嘛 就可以考慮去做買進 那還是可以賺到一波出選息的行情 基本上金融股出選息行情 這個歷年都是算蠻穩定的啦 但他獲利不見得會非常近的 你看他出息 出息這一天在這 出息這一天在這 那他出選息的行情 你看從這邊就到這了 出息前的行情 拿那麼大波 那你就可以等站上月均線的時候去買進 還是有一小段可以賺 那 如果你是前一天出息去買 買進的話 你看這邊是跌的 其實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 除息前一天去買 除息的前一天的行情是 這種下跌的 那通常 這個我是不太建議 介入你 隔天去搶的 這個機率比較大 其實我一直認為 就是我剛才教的 第一種方式是勝率一半一半 我還是建議大家去參與 第二種方式 這樣出選息前的行情 會比較好 金融股你看 他是蠻固定會 來做這個 出選息的行情 那再看一講台塑 是我們傳統的說話股 也是傳產的龍頭 你看 他去年 去年填息在這 去年填息在這 你看傳產 其實因為他 台塑也是很穩定的 只要你去找一個龍頭 而且很穩定 獲利的公司 那過去配股 配息經驗 很容易都填選 有這種慣性的話 你看喔 你去前一天去買進 跌下來 等個幾天 往上填息了 把這個缺口 吃掉叫填息 那你的 你的前一天 操作短線操作 就很容易獲利 但是這個我講了 你要慎選股票 基本上 你比較好操作 在出席的前幾天 你看 這邊是不是又拉了一波 出選息的行情 那從哪裡發動 我講了嘛 弱勢股 站上 月均線之後 叫什麼 叫轉強 你在這邊大有機會 可以去買進 買進之後就往上拉 做一波 出選息前的行情 那這個可以跌下來 然後你到出選息前一天 把它賣掉 那還是一波行情可以賺 這樣大家清楚了嗎 所以你就是簡單往這幾個全職股 各個產業的龍頭 電子科技股龍頭去買 然後呢 過去 獲利非常穩定 那股價 至少要站在月均線之上的多方 趨勢 那金融股呢 慣性通常都會出現 出選息的 出選息的行情 那就這幾種的選股方式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過去講的鼓勵折扣這些 就我剛才講 第1開頭就講了 已經 你可以不用在意了 不用理他了 因為新的睡法 我在下個月的回饋影片 會介紹給大家 那在這邊再次跟大家說聲 早安喔 不知道你睡醒了沒 今天6月10號 老王生日 在下午的6點10分 注意是10分 會開放1299的零兒 請大家把握 來跟老王面對面機會 我相信你從影片學那麼多 從文章學那麼多 來商家老王的課 一年就這麼一次 一定是更加值得 更加值得票價 再次謝謝大家的訂閱 我們繼續一起奮戰 如果影片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歡迎記得在下面留言提問 我有看到就會回你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出選息行情 一切順利